而最近网络虚拟货币比特币有越来越被炒热的趋势 也让大家开始注意到这种虚拟货币 只是恐怕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比特币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就找到这一位在台湾专靠比特币赚钱的玩家 他号称一天可以赚进5000块钱 近来引起热烈讨论的网络虚拟货币Bitcoin 是一种透过电脑运算特定程式称为挖矿 算出序号后就可以得到比特币奖励 在台湾也有玩家乐死不疲 从2010年开始一头接近比特币世界 当初有讲到挖比特币只是一个兴趣 觉得说这个东西概念还不错 慢慢的去花时间去了解它 觉得它提出的概念其实是好的 既然东西是好的那就变成说去支持它 工作室就在家中 客厅的角落摆买杨哲豪挖矿的工具 一台挖矿机要价新台币4万元 还得从美国空运过来 杨哲豪已经投资15台 24小时挖矿从没间断 虽然是靠着电脑运算程式 但杨哲豪还是得散步50寻一寻矿坑 也就是挖矿网站的最新情报 还得注意处理器显示卡散热问题 大学毕业后他全新投入比特币矿工行列 平均每天能挖到0.2到0.3个比特币 如果以一比特币兑换870块美元换算 一天就能赚进约5000元新台币 其实我不会在乎说比特币挖光的情况 因为比特币它其实交易的时候 产生所谓的交易手续费 那再来就是说未来比特币的价格 可能跟现在又不太一样 可能来到一个2000甚至3000 从比特币粉丝到成为比特币专业玩家 杨哲豪每天靠着挖Bitcoin 在网路上买卖赚钱 就像买卖股票随时得注意价差 虽然目前全世界只有德国承认 比特币是合法的货币 但杨哲豪认为总有一天 台湾也会有店家开始使用比特币交易 使用比特币的变化就变成是说 回到最原始的义务义务的概念 然后不会透过第三方 可能产生所谓的金流使用费 那降低商家的营运成本 不过比特币毕竟是虚拟货币 能不能被当作流通货币 电子商务业者有不同看法 刚好搭到现在第三方支付 所以大家觉得比特币 是不是可以当成一种货币来支付 那其实我跟你以前人跟人的 最原始是一物一物嘛 那后来有贝壳 你到底用贝壳为中间值 或者是要拿什么东西来做 它都会产生 有些人认为说 它这个东西是可以保值的 它不会再产生了 所以大概是这种概念 比特币风潮开始吹进台湾 国内上柜游戏商 华裔国际11号宣布 旗下的WMO购物商城 明年起接受比特币为付款货币 虽然央行强调 不承认比特币是合法货币 但这波Bitcoin风潮 看来还会持续延烧一段时间 UGN TV 文宁非肖普清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